今天是星期五 不過怎麼就連今天的電影搶先爆 也會跟末日扯上關係 因為剛剛好呢 今天就是12月21號 除了有電影《血滴子》 《浪蕩世代》等新片 還有一部最有賣點 就是可以跟朋友一起去看的電影 叫做《末日倒數 怎麼辦》 搭上末日話題 電影《末日倒數 怎麼辦》 找來奇拉·奈特利 史提夫卡爾 這對新鮮組合 是黑色喜劇也是公路電影 趕在末日前戲為愛豁出去 沒有誇張搞笑劇情 卻有很多怪人怪事 幸好我已經在下廁所中了 那裡頭還用了1960和1970年代的音樂 用懷念的好聽老歌要陪你 《末日倒數》中 公路電影大師華特沙勒斯獨的新作 《浪蕩世代》 打造一條由煙酒藥物交織而成的 漫長公路之旅 有不少裸露鏡頭的目光女 克里斯丁·史都華 在片中飾演16歲的女孩馬力露 瘋狂追求自我 電影中和兩位男主角上演全裸床戲 改變同名小說《垮掉的一代》 獲得美國娛樂權威雜誌的稱讚 說演員們演出讓書中角色獲得生命 也讓電影備受期待 沒有寫孔廷內鬥下 產生的特種部隊寫孔子 男主角除了武術要打得扎實 服裝造型也同樣講究 又是盔甲又是斗篷 讓男主角們帥氣十足 皇上的歷史不能留下五年 是首席讓我們做的血跌子